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讲这个张哥大的安耐所,无料安耐所 无料就是不要钱的,帮你做导游,帮你做指南的那种地方 购物基金新增应该有几十家 其实也就是那么三四个大的固域,大的就是连锁的在控制的 但是因为日本人进这个安耐所都是找这些跟社群有关系的 或者跟群色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就像进清零酒店一样 不好意思要分的门进去,清零酒店是分的门进去 但是安耐所都不大,都是一般一次就只是进一个人 一看,推开那个门或者拿开那个帘子 一看里面还有人,他就先不过进去 等那个人出来,他再进去去 一般在那个空间里面只有那么一个客人 最多两个客人 一般就是我自己需要什么 我不会去跟那个店人说,我要什么 人家都不好意思说的 所以购物基金有几十家这样的小的店 每次追就只能进一个人,所以才有那么多 其实这里面才不到0.5平方公里 这0.5平方公里高齐十家站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只进一个人 然后呢,这种店呢 按道理来讲呢,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它是无料的嘛 无料就是免费给你做导游的呀 那是多好的一个工艺活动 但是这里面有变形 这个开始是哪一年开始的无料案内所 应该是准确讲是2001年的大火以后 就对于不仅是对外国人的搜索 比较管理啊 加强了对这种购物基金的情色方面 也管理了很严 因为在那以前很多店是没有迟照的 都在经营 包括有黑社会在背后 在控制的那些店 就通过那一次呢 从临近年的大火以后 当时的那个东京路主事 就是东京市市长 是十元圣唐 你别看他是个右翼 但是他对日本的 雅固罩还是蛮反感的 他不愿意有雅固罩的参入 到这种购物基金这种地方 当然他也讨厌外国人 而且对于情色的这个东西呢 他也是 因为他是最大的官嘛 东京都 东京都指定由他管 所以他就派他的警察 对各物基金各种各样的搜索 当时叫 用日语讲 叫罗拉萨克森什么意思 就是网络 网撞型的 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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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户的 不禁收在这里面的中国大陆人 韩国人 菲律宾人 罗西亚人 俄罗斯人 等等外国人 就是很多外国人 是拿着留学签证 在这里面工作的 不行 从来以后就完全不行 在那以前都还可以 入管法也明确规定 不能做封锁 以前也有 但是只要你有签证 抓店的时候呢 还不那么把你直接请送 从那以后就是 这样是拿学生签证 在这种封锁店里工作 就会把你请送 这是一个 对外国人 然后对流氓呢 控制这些地方呢 也不行 因为那是给 黑社会最大的一个 资金员的地方 管理这个 请收店 所以 从那以后呢 流氓也不景气 这种情色店 没有迟照的 那你就必须关 不关了 那你就 那你就顶风冒险 但可能开两三个月 已经把你要抓到了 让你发的款 早就赚到了 所以呢 后来就变得有 无料安赖所 这种东西出来 是干嘛呢 我不是资马 真的是 在我出 02年 出歌舞基金 安赖人这本书以前 歌舞基金 只有一家 安赖所 那真是 那这个安赖所 是干起什么呢 只是摆一些事情 杂志在那里 然后是 为各个 情色 出版社 卖杂志的地方 还放点 店里的小的 宣传广告 那都是正规的店 就在那个 44个人 那个楼的旁边的 有个 有个怪典的地方 就有这么一家店 只有这么一家 安赖所 那是 真的很珍贵的 那后来以后呢 因为大伙以后 又查得严了以后 就对于事情 这些管理的严了以后 就不准有拉客的 就不准 就是往各个店带 那他们就发明了一个 哎呦 一个歌舞基金 安赖人 我们再来个歌舞基金 安赖所 就这样开始了 然后以后就 雨后春水一样 到现在还有 刚刚开始的 安赖所呢 他们也是变相的 那就是安赖所 它都跟店里有关系 对不对 很多店是不挂招牌的 没有招牌的 你不是 谁带进去 他不会开门的 那种店 有 当时就有 因为他没有去警察所登记 所以他不能开门 但是就通过这个安赖所 你可以把这个客人 带到里面去 射清按摩也好 怎么干也好 等等等等 或者是到某一个地方 跟女孩子见了面也好 去情侣酒店也好 这个安赖所 起这个作用就比较多 当时那是02年 03年 应该是05年 是 雨后春水一样 就长了很多 那个时候就有 就在我们家现在开餐馆的 这个对面的一个楼 对面的一楼 连着挂了 然后有个 就是站在店门口的一个店员 其实他就是店长 叫小野 我最记得 京都来的 长得很帅 老师在那边 一来摔 然后见了一个人 带进去 走走走走 好 等一下就叫另外一个人 把他带着 拿一个纸条 就是见本人 或者进别的店去了 那个时候 我经常 因为我那时候还站在大街 那时候 2005年 我还在大街上 尽管我已经出入宿 但我管了一半人 经常有些人 往他店里进去的 外国人是进不去的 他不给 所以一旦有外国人 他就会转给我的部下 转给我的那些小兄弟们 所以我经常站在门口 有一天 我就觉得这个店 到底是干嘛的 刚刚正在跟他聊天 他就站在外面 跟他聊天 所以他接到一个电话 听着他讲 他们的 他们的 听着应该是 跟外国人在讲话 跟日本人 不会这样讲话 他只讲一个 可能对方 可能听不太清楚 他的语言 所以他们的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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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静一点 安静一点 他应该是 介绍他的客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 啊 咦 咦 咦 然后他就跑到里面去了 但我也不能 我也没追进去 大概 不到几分钟 他把店门给关了 然后他们跑掉 把灯关了 就往一个地方走掉 急急忙忙走掉 结果 第二天我也看 这个店没开门 第三天还没开门 我就去问他 别的店的那个 同行的人 一问 哦 他被抓了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结果他是用了一个 中国女孩子 介绍一个中国女孩子 去跟日本客人 去征干 去经营酒店 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警察已经盯上 这家店 盯上这家店 他把客人往哪儿带 便已经跟到后面 然后他进了什么店 然后呢 最后抓到一个 什么证据呢 一定是在那个 房间里面 还有避孕号 有金子在里面 拿了这个证据 那谁介绍的呢 介绍 卖淡 卖淡 在日本是违法的 如果他们俩自己认识的 不得自己去干这种事 那叫自由恋爱 那你要堂堂的开一个店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 但是要抓这种证据 很难 因为什么呢 既要客人承认 也要这个干活的这个女孩子 本人也要承认 还收钱的这一方也要承认 有时候很难找 就是尽管他抓到的 有金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病套 那是要等客人出来的时候 他才能进这个清净酒店 那他要做上这个客人的工作 那你 嫖娼 我们我们对你 不会怎么样 但你要做一个证 今天是 是不是你认识的人 跟你进到那个清净酒店 应该是这个人呢 跟他配合 那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警察安排的客人来的 至于这个人是不是警察 是另外一回事 很少有安排警察去 要不然他去的话 他本人就是犯法 如果在 因为裁判官要看的 谁是证人 谁是什么 当事人 那个名字一对 他们是警察的 那警察在违法 虽然你是吊钩子对不对 但你也干这个事 那就不对 所以一般是警察安排的客人去的 可能性比较大 这根据我的经验啊 所以 既找到了他们的病患 他还在那个房间 就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俩都出来 也就分手了 对不对 就一边是有人 跟着这个女的 一边有人跟着这个男的 再马上有人进那个房间 就跟这个 跟这个清酒店打个招呼 我们是警察 刚才他们在里面干了什么 我们也找个证据 就这样可以找到那个 因为他打扫房间啊 但是有时候忙的时候 很快就进来清扫棍 因为我做过这个工作 客人一走 我再来 批批批地走到楼梯 我就要去打扫房间 一打扫房间 你还几分钟嘛 他一出来 你下个电梯 也就一两分钟了 是吧 只要人一出来 马上就 分三个人 马上就进去 就找到这个病患 不管你是人在床上 人在地上 反正也在病患 也在那个经济上 那就是做成了这个客人的工作 然后把女孩子摁住 女孩子一看 是个外国人 批电批 那个学生还是一个 更怕了 一护了就 这两个都讲了真话以后 那就最后就是来 当女孩子被抠的时候 还不能逮捕 因为她还不能定位 她是犯人嘛 这就是嫌疑犯 那个时候还不能逮捕她 所以她还能打电话 但有警察站在边上的时候 她就给那个店长 小姐打了个电话 就说 这刚才应该是 我旁边有警察 跟着我怎么办 怎么办 应该是讲这种日语 而且还是很简单的 所以那边说 你我几次一点 你安静一点 你安静一点 等她过去的时候 那边两个人都不见了 就在她进到 那个前一九天那个地方 她又把她一个扣子 那你为什么跑这来呢 对吧 再一嘴 但这种东西 你说难嘛 也不难 但抓了一个点心 抓了以后 然后隔了五天以后 到了新搜索 我就看她 因为我们经常聊天 她就讲 就是你国家来的人 你在政治间 是谁介绍来的 我说不是我们介绍的 不是 因为我泡我的手 要帮她介绍搞这种事情 那不行的 那抓了她 也会抓我的 真的 我一直要求 我们的所有的员工 就是我的 我的部下小兄弟们 不能有女孩子的手机 电话 不能有电话 不准有电话 那时候还是BBG的时候 都不准有 我们只是往店里带 店里是正规喝酒的地方 至于她喝了酒 他们也想自由恋爱 那是他们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们只赚店里的酒 以前是回客 这个情况是永远不专 所以在我的手机上 现在是 尽管有 尽管有几千人的手机 但是 真的很少有女孩子的手机 好 这就是 我一直注意一个底线 就是 我不是像人家说的那种 拉皮条的 我没有女孩子 我介绍女孩子 让你去玩 我绝对不干这种事 只要购建议合法的店 带去喝酒 不管她是中国人也好 韩国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或者是 菲律宾的也好 泰国的也好 或者是日本的也好 只要是喝酒的地方 那 她去喝酒 我们就赚这个酒钱 那她开了酒 我们可以拿一半 她跟她自己去干嘛 那是她的事 店里也不能收钱 所以 有时候 有时候也会知道 一些客人 我们也不 不是知道客人 也会知道 你经常进店嘛 一些长得漂亮的 新来的女孩子 所以我就要求 我的小兄弟们 绝对不能随便 问店里的小姐要电话 不管她能不能干这种事 都不能要 这就是个底线 万一出事是不得了的 如果是店里 她的店里认识 他们自己去的 因为在这种店里 很容易出事 就是 经常遇到 在客户基金 死人的也好 喝多了也好 但关于死人 以后专门讲一句 就是喝酒 喝死人的也好 还有就是女孩子 偷客人的钱 都是在喝多的情况之下 还有就是根本就没喝 没喝 没喝多 在酒里面放药 放安民药 很多的 就清淡的那个 因为日本喝酒 还兑点水 就很淡的 就放安民药 到了 走了几步 又要到了一位合作 结果到了就睡着了 把她卡拿着 把她的钱拿着 把她表取下来的 在客户基金里 经常见这种事 但日本人还有时候不敢 真的就是一些外国来的 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的 经常干这种事 所以我就知道 一定不能跟 自己跟女孩子有关系 出事不得了 我都知道 有一个在什么 霍鲁园宾馆的 原来真是更人喝多了 我是听别人讲的 还真有这么一件事 后来确认是 喝多了 就让女孩子这样干 那样干 结果 那女孩子日语呢 也不是很好 结果 我差两瓶 哪一对人杀害花来的 我差 我哪个人更那么难吃 你不是日本人 我怎么变成中国人 各位 我爱这个 那你又更把他都打一个 他是从别的地方 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 当时他电话打到我来 要我就帮忙 我说又不是我 大家觉得跟我没关系 我干嘛要去呢 对不对 真的有这种事 在厚乐宾馆嘛 我记得 但这些事我不讲多了 就是这个小野 我就去看他 我就隔楼 他被抓了以后第五天 我到他的新宿警察署去看他 我说 这是你们中国人啊 我说你怎么可以干这个呢 那我没办法呀 我这个店我做名人 他只要签下合约 租这个房子 他作为名人 因为他日本人嘛 从京都来的 他没钱 赶个学校毕业 高中毕业 上进来想挣点钱 不知道被谁介绍认识了 哎呦 开店的 可以做个小老板 只要他签名 做名义人 做这个店 就可以拿到200万日币 200万日币 只要签名 他就收入了200万 然后他讲好了 如果这个店 因为什么事情被抓了 再补你100万 抓了 只要抓了 就补你100万 他就想到 我这样有什么事 他那个法律干的 已经没有法律干的 先挣钱 日本这个法律 也是太 再请 关个20天 再判一个 罚款也不是发他的 罚款是后台真正老板 罚款 那也不用他掏钱 所以他实际上呢 就变成了 人家受捕他 这个店长呢 那个真正的后台老板 就变成反 受捕 那就是我安排的 反正抓不到永远的 这个真正的老板 就安排了这些人 那你呢 赚了现金 所以呢 这个小爷 他巴不都被抓 他早点被抓 他每天 他一个月的工作 他一天一万块钱 那前面 一百万已经拿好了 被抓 他在了 两百万已经拿好了 签约的时候 被抓 再一把万 这肯定进来的 这三百万了 那我说你 在这里面 你多少天干啊 我说应该 也就二十天吧 或者十天 罚个款 就可以出来吧 哎呀 不要罚款 再不我多抓 一点都好 我说为什么 我在这里 我只要多待一天 我一天 有三万块钱的工资 我出去的 没有工资了 我就结束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当时我们讲话 是要讲日语 我们要讲日语 然后呢 抓他的警察 也知道他就是个迷人 他就敢当着 旁边必须有警察 在边上 我们才能聊天的 不是我们两个大队 所以那警察 听着都笑了 因为他现在讲这个 他已经是为这个法 他也就是这么一点了 那警察听着都笑了 我还看了一下 我说你们这 你们这 这这个国家公务员 没他真的多吧 那个 那个 はい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这就是日识 然后他大概也就是 关了二十天 起诉 起诉他以后 也就是材料 数据送检 因为他没有什么大事 那女孩做事 那是女孩子的事情 女孩子和客人的事情 但他是介绍了什么 卖引嫖娼 其实判得很轻的 大概也是 发款也就是 三百万以下 二十万以上 你这样 就发过款 只要他发款 他就不会在里面 他最好是别发款 反正发款也不是他的 他最好是判他 没有 后代老板给他付的钱 他就二十天就出来了 就这么一件事 好 今天我们讲这个 收补与反收补 讲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 老板给别人 离跟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